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酸酸的蛮好吃的 好吃 好天然的感觉 想出这创新口味的就是老板蒋丰苗 一开始因邻居送地瓜和芋头 尝试制作芋圆 除了原味外还推出火龙果 但少了点酸味 就在太太怀孕期间爱吃蔓越莓 试着与火龙果结合 意外迸出酸甜心滋味 红色客家汤圆图作为一个创意的基底 火龙果蔓越莓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独特研发出来的 然后我们有申请专利 目前国内的专利已经拿到了 我们现在在申请国外专利 蒋先生创业近五年 育圆材料特地寻找有机种植的农民合作 有黑芝麻 紫地瓜 厚龙地瓜 芋头 还有火龙果加蔓越莓 去年以火龙果加蔓越莓的食品结构 取得经济部合发的新型专利 因真材食料老陶吃得到水果味 口耳相传 业绩翻倍 三胸操物圆盘内文 苗栗报道 好 你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